Hello各位小伙伴们,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是九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很多创作者在进行视频创作时,需要制作视频的解说配音,如果完全自己录制的话,效率不是很高,如果要使用机械的配音,想必听起来大家已经很厌烦了,毕竟同态化的内容太多了,今天我要分享的工具,可以高效且批量的为视频进行配音,几乎可以做到99%复刻真人声音。 几乎不会出现吞字,漏字的现象,一键挂机操作,实现配音自由,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和我一起看下去吧,并且我会将这个九姨专属的批量配音工具免费分享给所有的小伙伴们。 前段时间推出了一个非常火爆的工具,那就是阿里发布的Cosay Voice,仅仅需要一句话,就可以生成相似度非常高的音频,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学习说话人的语气和情感。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看到这个视频之前就已经有所了解了,我的视频内容当然不是简单的重复操作方法,我们对这个工具进行了一些改造,可以一键批量为多个文案进行配音,将这个工具变成了视频创作者的配音工具。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介绍这个批量工具的使用方法。 这个工具的配置要求和开源项目Cosay Voice的要求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英伟达N卡系列20系列以上,并且运行内存最好在4GB以上,电脑的配置越高,则生成音频的速度也就越快。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测试结果,我这里使用的测试设备是3090 24G显存和4070Ti 12G显存两种配置。 这两种配置的电脑生成的时间大概与音频的长度一致,也就是说三分钟的音频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可以实现文本转语音。 不过对于批量的工具来说,生成的速度对于挂机操作的影响不大。 老规矩,我会将所有使用到的工具放置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里,大家可以自行获取。 拿到压缩包之后,我们找到Cosay Voice的压缩包,进行解压。 完成解压之后,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的电脑的显卡信息,可以双击GPU诊断进行查看。 这里需要使用的是Coda 12.2版本,双击查看Coda的版本,就可以查看是否使用了正确的版本。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将Coda的压缩包解压,安装在电脑上就可以了。 在这里有一个参考音频的目录,大家可以将需要克隆的声音放在这里。 文件名是音频转化为文本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音频文件格式最好是WAV。 如果使用的是MP3格式,克隆生成的音频中可能会多次读出MP3。 参考音频,尽量选择吐字清晰,有一定情绪表达的音频。 如果有噪音或者是杂音的话,可以选择先使用降噪功能,或者是使用音频分离工具进行初步处理,从而再进行使用。 我们将所有需要配音的文案,以文本文档的形式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我这里的文件夹,命名为文案合集,最终生成的音频名称,会与这里的文本文档名称一致。 我们可以将属于不同视频的文案单独命名,以便大家进行后续的剪辑操作。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双击COSYS 300M这个批处理程序。 等待出现Web UI界面之后,来到COSYS文件夹,双击打开自动批量配音软件。 点击导入文案,选择刚才准备好的文案合集文件夹。 这里会显示文案的名称,路径和处理状态。 在右边的操作栏里,点击参考音频列表。 这里可以选择目标克隆声音。 我这里选择我自己的声音。 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原始的声音。 在老汉终于与日本亲人团聚之际,孙宝杰也感到欣慰。 孙家人的善举,不仅让一个迷失多年的日本士兵找到了归宿。 参考音频的目录一般会自动识别。 如果没有的话,需要我们手动选择存放参考音频的目录。 这里可以调节最终声音的语速。 一般情况下,生成的语速会比参考音频的语速稍慢一点。 这里我选择1.15倍。 这里可以拖动鼠标调整速度。 也可以点击调整方块,通过键盘上面的上下左右键来精准的控制数值。 下方的保存目录。 这里是生成的音频存放的位置。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就可以了。 这里我选择名称为音频的文件夹。 其他的选项不需要进行改动。 点击开始推理就可以了。 当这里的状态变成OK的时候, 我们打开音频文件夹, 就可以看到已经生成的音频了。 我们可以试听一下效果。 一个卖瓷碗的老人挑着扁担在路上走着。 突然一个瓷碗掉到地上摔碎了。 但是老人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走。 路人看到很奇怪,便问, 为什么你的碗摔碎了,你却不看一下呢? 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 已经非常接近真人配音了。 大家可以先使用简短的单个文案, 测试生成音频的具体效果。 确定好语速和声音之后, 再进行批量的操作。 这样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怎么样? 是不是很简单? 希望我的工具可以带给各位小伙伴一点点帮助。 如果小伙伴们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可以点击订阅,点亮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更新的新内容了。 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谢谢大家!